日本防衛省公開圖片 指兩架解放軍轟陸遠程轟炸機首次飛越宮古海峽 日本自衛隊隨即緊急派出F-15戰機升空監視 報導指這兩架中國軍機 星期四朝早由東海上空飛越宮古島和沖繩之間的宮古海峽 飛向太平洋 完成訓練後即日返航 中國空軍發言人證實 有軍機經宮古海峽前往西太平洋展開遠洋訓練 但強調訓練是一種安排 而且在國際空域進行 避開民航飛行高度 也不針對任何國家、地區和目標 軍兵出第一島鏈開展援海訓練 任何依據情況進行 所謂第一島鏈即琉球群島、菲律賓群島一帶 是通往美國關島軍事基地的重要戰力行道 近年中國海軍多次穿越宮古海峽 前往太平洋訓練被視為突破第一島鏈 另外有報導指參與今次訓練的是中國空軍最新型轟 6K遠程轟炸機 它的作戰搬經大約3500公里 範圍覆蓋整個日本以及遠至關島 有軍事專家認為 中方今次這樣做明顯是想震懾美日 也有分析指 美國日前派偵察機巡視南海上空 中國隨即派轟炸機飛越宮古海峽 是要向美國表達不滿 OEN TV 都望電視 生日台報導